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 美国的股市的现状 以及英国脱欧之后欧洲的情况 首先从美国的股市开始谈起 Semorelli从6月28号开始 至今已经超过了四个礼拜 进入第五个礼拜 是在高点盘缓 那看一下为什么美国的股市 创高了这么多呢 首先看到道琼斯以及标普500 在过去的四个礼拜 连创了九次历史新高 以及八次历史新高 纳什达克以及小辛苦的 Russell 2000也同样的次数 创了年内的新高 总结一下为什么会造成 美国的股市反而达到了这么高点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英国脱欧之后 全球的热钱都认为 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安全避风港 因此大量的股票资金以及国债的资金都涌入美国 美国的股指推到最高 同时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第二季度的业绩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呢是差强人意的 如果大家认为现在的业绩是超过预期 那么也许您可能不知道 在过去六个季度以来 美国的业绩呢都是连接的下滑 从earning 的角度业绩已经进入了衰退 也就是 recession 那么在这个已经调低了这个 earning的季度的预期之后 如果这个季度的业绩有稍稍比较好的这个表现的话 居然也能够再度造就美股的高涨 很多拥有并且华人也都津津乐道的这个股票里面 那在这个礼拜美国的股票是要报告业绩是最多的一个礼拜 那现在让我来简单的把这几个重要的股票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7月25号有 Gillis Science, Las Vegas Sand, Texas Instruments, JetBlue, Juniper, McDonnell, Under Armour, Valero, Verizon 7月26号的Spring, 3M, Akamai, Apple Computer, Caterpillar以及Twitter 7月27号礼拜三有 Altria, Boeing公司, Coca-Cola, Facebook以及 Marriott Hotel 7月28号有百度, Marvel, Google, Amazon以及 Mastercard 在礼拜五有 Chevron, ExxonMobil以及 Merck 拥有这么多股票的这个华人朋友呢 也许对于业绩报告的这个礼拜呢 就觉得为什么股市没有上涨呢 那么就是因为事实上股票不能够永远上去 如果在未来的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 也就是短期的这个市场很合理的回调 也是expected投资人切记追高 那在本周内呢全球一共有12个国家 他们的中央银行都会开会决定利息的走向 广为大家所关注的就是美国的在礼拜三 7月27号的联储局7月的meeting 以及在本周五日本央行是否决定 他们也要减息的政策 那再来谈一下Verizon终于跟Yahoo达成收购的协议 那是以48.3亿的现金收购了Yahoo的核心资产 这个是包括了一些数字媒体以及广告 以及房地产的业务 那Yahoo呢是在上一个世纪的传奇 从此市场上就没有Yahoo这个名字出现了 Yahoo呢它错失了好几次机会 原来它在1998年它要买Google 没有买成在2002年再度要收购Google 也是因为价钱的关系没有达成 在2008年呢 Yahoo也拒绝了Microsoft用40个Billion收购 从此杨志远以及Yahoo将要进入 是一个历史的神话的传奇 英国脱欧之后 大众都在怀疑德国或者是法国 是不是会酝酿着再度脱欧 那事实上德国呢是在民意调查 它愿意留在欧盟里面的从51%升至64% 法国愿意继续留在欧盟之内的呢 是从49%升到了54% 英国的PMI很dramatic的下跌到了47.3% 这个是表示它的经济迅速的萎缩中间 本观察员是预测每股的市场上 短期以及中期的短暂的波动 回调是正常的现象 大家切记追尽 散户对于市场还存着这个恐惧的心理 因为牛熊的指数现在是35比26 就是本观察员对于以上个主题的一些分析报导 请继续收看由Top1 Investment Kendra Go 所带来的最新的经济消息 以及贷款最新的定位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